觀眾朋友晚安您好 歡迎收看TVBS YouTube直播 2000整點新聞 天音新聞聊新聞 歡迎在留言區與我們留言互動 我是辛華 聊到訊息我們帶您看到 您還記得今年年中 MeToo風暴延燒時 曾經有女設計師爆料 被歌手陳真 毛手毛腳指證麗麗 而今天呢 其實陳真也出席了公開活動正面回應 他說自己多年以來 其實有大頭症 那面對這次的事情呢 他是當頭棒喝 他向團員向家人盜竊 同時呢 他說並沒有向女設計師承認自己的錯誤 經典旋律一下招牌上昌 訊告陳真回來了 迎接人生第30張專輯 跟一如既往的年底要舉辦第29次的跨年演唱會 有時候連跨年演唱會 這後面這10年會突然有一點點沒殺的 在19年的第29次 哇 我不僅有一點佩服自己 苦笑年紀有了卻在今年中發生足以改變人生的大事 7月時被女設計師爆料毛手毛腳言語騷擾 捲進MeToo風暴後首度正面回憶 I'm really sorry about this 我第一時間其實比較對不起我的團員 好像我對你們一向都這樣 有時候大頭症是自己慢慢得到的 他道歉了 但並沒有明說對上是那位女設計師 反而對家人有更多虧欠 直言因為這次風波 下半年收入只靠著1500元的老人年金 承認自己太得意忘形 也是經歷大麻風波 口腔癌後的當頭伴客 如果老天再給我個十年 五年 八年 我可以證明 我可以證明我是一個好人 挫折變成創作動力 尤其好友蕭炎中最近身體狀況欠佳 陳盛也預告12月會在台北辦化展 過往的所作所為是否與舉 似乎陳盛正學著好好檢討 TV宣傳 陳盛文 周遇峰 張文 主演 陳雲小素 台北 而反對霸凌網紅鍾明軒 今天現身說法談到自己過去 也曾經因為氣質比較特殊 被同學惡作劇脫褲子 但是他可以坦然面對 你能夠找到一些標語跟你現代的狀態 五彩繽紛字卡在微風下被吹起 仔細看你不是胖是可愛到膨脹等等 一張張心靈雞湯 讓國際美人周明軒看得心暖暖 笑於霸凌是長期議題 也讓明軒很有感 曾經在福利的時候 真的就是當眾 就是當眾被脫褲子 是連內褲一起被脫掉那種 那時候就很害羞 還沒發育 幽默談起過往被霸凌傷痛 現在已經可以坦然面對 他也坦言小時候真的會覺得很恐怖 這次周明軒化身 凡霸凌大使為公益發聲 而近期除了霸凌 又有新名詞出現 被圍歧視也是霸凌的意中 就有些人會說 你們原住民是不是很會唱歌 其實也是算圍歧視 圍歧視是這兩年來的新名詞 表示在日常生活中針對某些特定族群 無意識的歧視或是產生刻板印象 讓人感到不舒服 而根據兒福聯盟調查 校園當中有15.1%學生被霸凌 另外有高達34.2%被圍歧視 其中又以外貌歧視最高 另外家庭狀況和種族都有一定比例 而這些看起來無傷大雅的話語 卻會使在學孩童喘不上氣 甚至有近八成會想隱藏自己的特質 跟霸凌的區別 就是霸凌感覺上就是惡意的 但是圍歧視的當事人可能不覺得自己是出於惡意的 就是我們其實都要敏感到我們的語言 對別人的影響 今天自己尊重別人不一樣 也要隨時注意言行舉止不冒犯 在圍歧視演變成霸凌之前 研究能有效被制止打造多元與包容的社會風氣 TVBS新聞 莊全 林瑞文 台北常務報導 不過霸凌是不是不只存在於校園 職場霸凌又應該如何應對呢 今天在立法院就經傳了員工的霸凌案件 一名前公事的員工直接在議場 以一步一跪的方式 要來向立法院的秘書長林志佳陳情 而林志佳接受他的陳情也允諾 會來酌情嚴格的來處理調查 是否真的有霸凌事件 並且也會還給雙方一個公道 不過目前我們的記者 也向被指控霸凌的這一名處長來求證 處長表示會發生這樣的衝突 其實不是單方面造成的 他也質疑員工 為什麼不用正常的管道申訴 而是要以一步一跪的方式搏版面 11月9號會召開 司法文會還沒開始 只有立法院公報處員工下跪陳情 這個集中變成大概六個方案 現在是 反復藍教聲援重現 這名公報處弧姓員工一步一跪 從主席處跪到秘書長林志佳面前 信封內的陳情書 指控遭到情信處長以言語霸凌 做長官的要問事情的時候就好好 我不要一直用一些言語上面的霸凌 就對下屬產生更多壓力 如果收視不好 我覺得國會頻道也不是收視倒下 可是我不曉得他為什麼不想要聽 就不斷還鬧了說 然後年底考進去給我看 接獲陳情書後 林志佳也立刻詢問細節 並允諾當天就會立刻處理 致起國會霸凌案 今天早上才知道嘛 所以我想我們會後會處理 謝謝 一定會妥善處理 有目擊者私下透露 其實發生在三十一號的這起衝突 導火線是因為處長打了三次電話 都沒找到人 但曾經在公視服務 閒熟媒體的呼吸員工堅稱 當時確實沒聽到 不斷很大聲 所以那一天晚上之後就 到警戒都晚上都睡不好覺 立任霸凌案各說各話 但演變成貴隸城前 也讓國會公務生態爭議 浮上檯面 題目新聞 劉立成 您家貴高本地 SNG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 好 政治焦點 我們帶您看到的是 今天在台北市市林的 葫蘆寺有媽祖繞盡的活動 但是整場的活動焦點 不在神刊上 而是在面對神刊的座位安排了 畫面當中大家可以看到 柯文哲 侯友宜 蔣萬安 以及郭台銘 大家都來了 但是座位究竟如何安排呢 傳出廟方呢 是安排柯文哲跟郭台銘 相領而坐 那麼雙北市長蔣萬安 以及侯友宜 兩個人相領而坐 可是過程當中喬來喬去 喬了七八次 最後呢 是國民黨的台北市黨部主委 黃呂錦如 希望呢可以把柯侯拉在一起 結果最後柯文哲卻生氣了 我們帶您看這一段還原的畫面 未來 我也期待 不管誰當總統 誰當哪一個位置 大家都是會來環保 椅子要被換走了 要被換走了 我哪已經換七次位置 要換第八次 然後再加換第九次 我就抓狂了 responder了 椅子要被換走了 快要換 第八次喔 沒有煩壓力太大了 其實新北 台北都是一家人 台灣都是一家人 位置在哪裡 最重要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 最初都沒辦法 重點把自己的角色做得好 像江湾人一樣 咬不起 做得真的很好 這幾年 這一年一到 我就看到他在台北市的政績 不虧猛進 雙北合作 順竄與愛 謝謝萬安士 萬安士要換一個位置 不換哪一個位置 都沒有關係 我們兩個 攜手合作 讓雙股不痛 未來 我也期待 公版 誰當統統 誰當哪一個位置 大家都是被開關好 不過同框畫面卻喬了九次 最後還是喬不攏 而今天呢 事實上 其實在會前 侯友也表示 如果藍白河這週再談不定 那麼時間不等人 火車就要過戰了 而柯文哲也表示 自己也不是堅持 一定要全民調 只是希望有一個 公平公正的方式 來產出人選 不過會後呢 柯文哲隨即跟郭台銘一起吃午餐會 聊聊日幣的匯率 究竟藍白河呢 最後會產生什麼樣的組合 還是形成三個 河上美水喝 飛綠三個山頭選到底呢 TVBS也會持續帶大家來關注了 而再來看到郭台銘呢 近期呢 他所創辦的富士康 在大陸面對了茶水茶環保茶公安的窘境 而在台灣呢 有好幾個地區傳出了疑似 滙雪來透過米酒換聯數書的這樣的遺運了 而目前各地檢調站呢 其實都出動來調查 總共有四個地檢署同步搜索 那涉案的人士呢 包括了竹聯邦的大佬 北投的溫泉大亨 目前已經累計17個人被收押了 特地在聯署截止前一天 提早將一箱箱聯署書 親自送到選委會 聯署分數郭台銘低調必談 畢竟還得等審核通過 卻陸陸續續傳出不法賄賂行為 聯署站工作人員一個個被北檢約談 經過偵訊三名被告以2到3萬元交保 而近期涉案的人不罰有大咖 他是竹聯邦地堂創堂道老 中奎李宗奎 現在則是統俗黨副主席 也涉案60萬交保 就是受到北投溫泉大坑 陳忠明委託 後者被收押禁見 盤點各地聯署不法事件 上個月16號 新埔鎮代會主席 涉買聯署書全台首例 21號北投溫泉大坑 25號聯華寺董事長 28號則是有人盜用個資簽聯署 到了31號國民黨前中常委 范成連也涉案 而宜蘭6名國中生 偽造聯署書送少年法庭 而最新則是竹聯邦中奎 以及北市計程車工會理事長 都被約談 聯署放米酒 聯署放米酒 當中更有聯署站工作人員 說聯署送27元米酒 也疑似涉籍會選 被四個地人署同步發動搜索 目前統計涉嫌收購聯署書 14人被收押禁見 36人交保 而未造聯署書 也有三人收押 五人交保 全台11個地檢署 偵辦至少15案 17人被收押 郭台銘從一開始就對聯署書 自信滿滿 多次強調他想要達標 並不困難 卻沒想到支持者為了充分數 做出各種不法行為 變相扯後腿 TVV的生活訊軟體 太普了 好 確實這聯署的會選疑雲 郭伴態度十分強硬 強調這是沒有對價關係的 而至於這個別支持者的行為 郭伴後續要如何收尾 其實也值得大家繼續來觀察了 而今天呢 我們剛可以看到郭台銘呢 送聯署書的身影 究竟有幾份呢 剛剛我們線上已經有朋友 這個頭顧腦蘇說 有103萬份 沒錯 消息非常的靈通 今天中午12點呢 他的聯署正式結束了 那麼郭台銘的團隊也發布新聞稿表示 送交了103萬6778份的聯署書 到中選會進行審核 而各地的聯署站經過盤點之後 會轉型成他們的競選辦公室 或者是選民的服務中心了 不過呢 這聯署書最後呢 成案或是成立 你能不能一樣衝破百萬份呢 還需要中選會認定裡頭 各自有沒有填錯 或是有沒有重複 而後續中選會公布的 詳細的聯署書分數 TVBS也會將持續的為您來掌握 可是現在看來呢 郭董呢 是不是會參選到底呢 其實他一直沒有鬆口 可是一步又一步的積極動作 究竟郭董下一步的動向如何 交給政治組的資深記者宛柔 紅海創辦人郭台銘 到底會不會選到底 我們知道在昨天呢 他是已經把聯署書給送出去了 但這份數有多少呢 郭伴可以說是密額不宣的 不談聯署數量 直到今天下午呢 才公布說呢 這個送出的聯署書呢 超過了103萬 也就是遠遠超過聯署 門檻29萬 但是呢 要不要登記啊 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現在藍綠白也在熱議說呢 郭台銘到底會不會占到底呢 尤其是他的發言人黃世修呢 在聯署上面呢 談到自己呢 過去曾領先發動這個 以和揚率的聯署公投 但是呢 聯署書認定的不合格率呢 是中選會的政治決定 也讓人家覺得說是不是在替郭台銘找台階下呢 就說是不是有事先打預防針的味道 再加上呢 最近呢 這個關於郭台銘的聯署呢 最近有一些會選的爭議 目前已經有11個地檢署 整辦累積至少15萬 還有17人收押 這聯署書是否被踢除 跨過門檻 也會成為要不要選的關鍵因素 而民眾黨的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先前公開批評蔡政府 針對農民年金還有農民保險的政策 是大撒幣 而這也讓他過去的北農總經理吳英寧批評 柯文哲根本不懂農民 也不懂農業的政策 還說柯文哲從來沒有把農民放在眼裡 而今天呢 柯文哲說吳英寧的指控哦 邏輯不通 他不曉得如何回應 我來吃甘蔗 這樣給你 不好意思 我如果把你的動作這樣不好 來看自己家鄉甘蔗收成 吳英寧這一口咬下 或許也想在立委選舉倒吃甘蔗 PO市長柯文哲2015年到彰化參訪 只是當下柯文哲語出驚人 測試你的智商 他的意思就是測試你的智商 所以有時候遇到很多東西 所以沒辦法回應 年代久遠 柯文哲似乎早就忘記 吳英寧對柯文哲挑起公事 也不外呼視這段往事 我就很想講髒話 謝謝 全程是他塞給我們的 他現在還在 吳英寧自己重提北農總經理爭議 強調自己是經過投票 由北市府決定任命 明明是他自己做的決定 明明是他同意的 他卻不敢承認 這就是柯文哲 北農你知道 當年就是新潮流 一定要搶這個位置 當時他是強迫我們一定要接受的 不然那個跟董事長綁在一起 他們就不同他們就投票不同不同意 還是那句吧 新潮流沒倒台灣不好 不想被拿往事攻擊 柯文哲眼前只想專注總統選舉 而另外一方面呢 積極要來競選立委的 台北市議員王世堅 被人發現他出現在了 威政集團董事長吳明達的參會 並且跟民進黨的中常委 黃成國交頭接耳 看起來交情還不錯 就被反對勢力之一 這是要跟黑道來拜碼頭嗎 而對此呢 其實王世堅強調 他不認識吳明達 會去參會 都是里長邀請的 博持自己絕對沒有跟黑道掛鉤 這個很可惡 不要助紂為虐好不好 王世堅是怎麼樣的人 大家都知道 台北市議員王世堅氣噗噗 要拼立委爭取各界支持 四處敗票 但似乎這一票也得好好敗碼頭 就在10月27號 王世堅僅民進黨的中常委 黃成國都現身在吳明達的參會上 地點就選在士林的這間海鮮餐廳 王世堅與大同角頭吳明達 中間緊隔一個人 台上沒太多互動 但在台下三人 還有黃成國站一塊 遭頭接耳 就算電梯門要關了 還是要把話講清楚 畢竟幾天前也有同樣狀況 民進黨立委柯建民也遭爆料 與自家參選人去三光機構 三合會的聯誼參序敗票 被質疑不久前才說對黑道零容忍 怎麼轉身又不同 而時間就這麼巧 隔沒幾天換成王世堅的照片被翻出 畢竟選舉倒數 敗會誰都會被放大檢視 TVBS的董事局林宣 台北藏報導 再來看到這個月中18號 就要舉辦了亞警賽的測試賽 地點就在即將公開的大巨蛋 而今天台北市議會會同交通局 去視察大巨蛋的各項設施 是否已經到位 結果他們赫然發現 其實周邊像是停車場的設施 入場的問題都還沒有解決 屆時舉辦賽事的時候 恐怕會出現交通擁測的問題 而這裡可是靠近市民大道 還有光復南路的重要幹道 恐怕會讓當地的交通陷入了堵塞 而同時交通局表示 他們還沒有發給這個場館停車場的營業登記券 所以18號屆時就算有車輛停進去 也沒有辦法收費 到底能不能順利使用 打上了一個大問號 離封時間車輛還是很多 無論是汽車還是機車 這裡是大巨蛋周遭的道路 平時已經人車很多 如今18號大巨蛋就要試營運 舉辦亞警賽 這交通該怎麼辦 議員們討論的正式大巨蛋停車場入口 因為一旁的黃線是大客車下客區 汽車都要在外圍等待入場 但走到入口一看 要右轉進入停車場時 大客車的入口在外側 汽車則是在內側 如果要入場 恐怕會因為交織而造成交通擁測 那至於交通的部分的結構問題 包括所謂的停車場的這個部分 以及當初設計動線的這個部分 我還是強調一件事 我剛講的 這結構問題要靠結構的改變來解決 管理問題 我們要去做管理的調整 所以大巨蛋周邊的 所謂的科技執法是勢在必行的 台北市議員會從交通局到大巨蛋考察 發現不少問題 除了停車恐怕影響附近交通外 目前停車場也還沒取得營業登記 所以它的使用執照 就使用的狀況是OK 但是營業登記的部分 目前好像是沒有下來 所以它不能做收費使用 不能做商業性的這樣的一個使用 但使用的部分 好像有區域是可以 有區域是不行 十八號牙警測試賽 預計有入上萬人關賽 大巨蛋將開放九百多格 已經有使用執照的停車位 不過因為還沒有取得營業登記 將無法收費實施免費入場 只是看看這次考察 大巨蛋的交通問題一一浮現 該怎麼解決交通局 極業者得加緊掩擬 就怕等到開賽當天 成為周遭的交通黑暗日 體驗新聞成員 蘇珮佩與江明 和S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而要是交通的問題 您曾經等紅燈等到懷疑人生嗎 原來高雄有騎士 在橋頭這一處平交道的紅綠燈 居然一等 就等了快要六到八分鐘 這紅燈四百秒到底是怎麼設計的呢 我們的記者去求證 原來這個平交道 只要有一個列車經過 它的秒數就會重新計算 那麼每一次呢都是八十秒 所以它連續碰到了三班火車 真的是等到快崩潰了 而交通局呢 接獲媒體還有民眾的反應 也承諾會來滾動式調整 縮短秒數 來到路口喻紅燈 等了快一分鐘 換火車要過 南下火車經過 紅燈還沒變綠燈 等了一分十秒 又是當當當 就有完沒完 總共兩班南下列車一列北上 騎士等到歪腰 等到快抓狂 最後等了六分五十一秒 也就是四百一十一秒 才綠燈通行 這路口在高雄橋頭區 波網的騎士說 這是人生遇到最爛的路口 還說最高紀錄等了八分鐘 五分鐘左右 為什麼會這麼久 因為它的紅綠燈 它沒有記憶功能 所以說每次火車一過去 又是從那邊先跨一跨 最久的有等過四分鐘 火車然後又紅燈 不然就紅燈又火車 重回現場之急 裁缸綠燈起步 馬上又有火車來 瞬間又紅燈 過不去的只好倒退路 綠燈啊 我不用就走 走到那邊就紅燈啊 會在青浦捷運站附近的這個台鐵平交道 從橋頭要往南紫的方向 這裡的紅燈要八十秒 不過如果遇到火車來 秒數又要重新計算 這是高雄橋頭區橋南路 往南紫路的方向 紅燈設定八十秒 綠燈四十秒 只要列車來觸動耗製 紅燈就歸零 現場縮時紀錄 綠燈與火車又紅燈 兩分二十五秒 才有綠燈 那我們也會考慮在離風的時段 能夠縮短耗製的週期 讓耗製輪轉能夠快一點 上下班時間 或是遇到火車延誤 班次密集 等四到五分鐘很常見 交通局將會縮短耗製的秒數 調整三叉路的耗製輪動週期 要不光等一個紅綠燈要三五分鐘 真的會等到懷疑人生 TVBS新聞 您一幫黃小琪高雄報導 好 確實 400秒真的太久了 那麼陳亮留言說400秒都可以泡泡麵了 而且這麼久恐怕麵也會給泡爛了 而再來我們帶您關注 可能也會讓很多用路人懷疑人生的 原來這個紅線不是真的紅線 因為其實有很多店家或民眾 非常討厭有人停車在自家門口擋到出入口 但是他們就這樣私自在白線上面畫紅線 而這樣子一畫下去呢 其實有很多開單的執法單位 他們也不清楚這到底是不是交通局畫的 直接開單 會導致這些倒霉的車主得繳600到1200塊錢的法單 但是我們還是要提醒您 如果私自畫紅線或是圖銷號制的話 會涉嫌偽造文書 最高會開罰2400塊錢 外送員到處送餐 臨庭市家常便飯 外送員他送到某一個社區還是民宅 但是那個地方是被屋主堵起來 那後來是發現說其實這一塊的空地是屬於國有地 有民眾把國有地當成自家後院 不讓外送員停車 外送員最常遇到的是停在紅線被人檢舉 紅線臨庭或是像是商圈啊 或是到夜市外面基本上都是民眾檢舉 那甚至有些民眾會在自家外面 裝攝影機照的馬路 對我點餐請外送員送來 那外送員停紅線那我在檢舉 大部分外送員還是希望可以有臨時的停電區 像台北市政府外面或是到北一女外面 其實有一個臨時停電區 我們會希望在台灣的各地 有這樣子的臨時停電區 可以讓外送員方便停車 它有點像是貨車 我們有所謂的卸貨區 我們可以短暫停10分鐘15分鐘 那其實一來不會所在交通 那二來的話外送員他停車也有一定的保障在 一般禁止停車的標準有兩種 黃線是可以臨停待以三分鐘為線 車子必須要保持立即行駛的狀態 紅線則是完全不能臨停 之前在高雄一名陳姓男子 他把車子停在紅線上面 隨即遭到警方開單 他質疑警方並沒有確認紅線的合法性 就把車子拖走 奉而向法院提出求償 事後還發現這個紅線真的是民眾 自行延伸的假紅線 他的罰單遭到撤銷了 警方也必須要陪他267元的財損 但真假紅線到底要如何判斷呢 原則上就是市府交通處 他在會設相關的標線 他有一定的厚度跟他的顏色等相關規定 那原則上我們就是判斷 標線之後我們再依據這個標線的 會設的方式然後去做直訪 交通警察帶我們用肉眼判斷 委外廠商畫線規格標準 比直線寬一致 漆面也有厚度 不像一般紅漆圖噴 容易辨識是工部門化的 有一些合法畫設的紅線區 會噴上白色字樣 記載畫設日期和單位 因為我們俠內原則上哪一個路段 他是紅黃線 其實我們大概基本上 都有一定的認知 那如果是附近的居民 他可能也大概知道附近的紅黃線 設置的樣子是怎麼樣 那如果相關的標線 他如果有變更的話 原則上里長跟就是交通處都會去做限定的揮開 他原則上出境的居民應該都會有一定的了解 停在甲紅線被開單並非個案 台北市市林文昌路日前也有民眾申訴成功 8月份的時候本處有接到民眾反映 停於文昌路272號的時候 然後被開了法單 於是他就反映說 當地是屬於一個私匯紅線的部分 就投訴到本處這邊來 那交通處我們這邊有回覆 就是有確認過後 那判斷是私匯紅線 所以就有在10月份的時候 做一個吐銷的動作這樣 若民眾不確定紅線真偽 還可以上交工處網站查詢 民眾可以藉由台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的官網 連接進停紅黃線電子地圖 然後確認當地的紅黃線會設的情形 那如果由於屬說不符合的部分 可以電洽本處的聯絡窗口 那我們會再做進一步的確認 那如果確認是屬於私匯的部分 會經速進行改會 別以為私匯紅線沒關係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擅自設置或變更道路交通標誌 標線將依法開罰 有些人擔心門前被車輛擋到 可以向交通局深請劃設紅線進停 尋求合法途徑才是解決之道 TVBS新聞陳佑蔣王惠與台北採訪報導 好 觀眾朋友也要提醒您 要去按摩的話 最好找合法合規有口碑的店家 台中大雅爆出有一間按摩店 按摩師傅居然性侵顧客 甚至作案當下還拿出手機錄影 而這名被按摩的顧客嚇得大叫 而當下離譜的是 這名按摩師傅的太太就陣在樓下 上樓之後才發現自己的先生 已經犯下了犯刑 而這名顧客立刻報警 事後警方也把這名按摩師逮捕 女子邊哭邊拿手機搜證 她來到台中一間按摩館 沒想到被按摩師傅性侵 她是被我抓包 不然她原本只要拍正面 還要再碰我 她有碰到這樣 她有碰到 影片中清楚拍到女子的臀部 遭到師傅伸手觸碰 一邊犯案還一邊拍下影片 這不舒服 她沒有要停 我都認出立法跟她說 你到底在幹嘛 雙駭女子說 有試圖伸手阻止 人遭到師傅侵犯 最後她正面跟按摩師傅對質 就是給警方看 因為確實這樣子 看得我會真的不行 我是不行的 對 等警方到場過程中 按摩師傅的妻子 不斷安撫被害人 同時強調 沒想到丈夫 會有這樣的行為 是手機影片成了鐵證 她拿了一條毛巾 蓋在我的眼睛上面 一樣從小腿開始按 按到大腿 她按到大腿的時候 就把我右側的內褲的一腳 翻到左側的卡住 按摩性侵事發地點 就在台中大雅區一處名宅 9月22號中午11點多 蔡姓女子看Google評論 有4.9顆星跑來按摩 店家一樓是團購網 二樓是按摩店 爆出性侵案後 整棟樓關閉 招牌拆了 人去樓空 然後我那個當下 非常非常想要反抗 可是我動不了 我真的是凍結 我真的完全動不了 我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 然後慢慢往下 一直在遮擋 但是 她沒有要停 蔡姓女子說 平常在台北工作 一個月前來台中開會 休息空檔遭人侵犯 就是不當的行為這樣子 也是要跟你們 台中警方則說 9月22號當天 就有接貨報案 也有製作筆錄 全案依性侵罪移送 遞檢署偵辦 而這間店家呢 目前在案情爆發之後 也隨即停止營業了 而再來我們帶觀眾朋友 來關注到的是 在新北市鎮監的律師事務所 屢屢遭到扼煞池棍棒 還有磚頭亂砸 事後提告了毀損跟恐嚇 結果沒想到經過一年調查 檢察官居然只認定毀損 那麼這名律師主張 自己常常被幫這個詐騙的 被害人打官司 在業界有反詐律師的稱號 懷疑自己因此 被道上的兄弟給盯上了 但最後檢方只認定 只有毀損不構成恐嚇 他覺得法律怎麼沒有保護被害者 碰好大一聲就往落地窗砸 黑衣扼殺大白天搞破壞 盯上的是經常替詐騙被害人 打官司的反詐律師 其實這起毀損恐嚇案件 經過一年的調查 新北地監署檢察官居認為 只有毀損罪 恐嚇罪不成立 恐嚇不成立 檢方的理由是被害人不在場 但受害律師表示對方不辭千里 專程從基隆來到新北市新莊 假意法律諮詢 卻拿著棍棒磚塊砸事務所 難道這不足以使一般人感到心聲畏懼嗎 來看刑法三百零五條恐嚇危害安全罪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 恐嚇他人至身危害安全者 可除兩年以下徒刑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其中明確寫著身體安全以及財產安全 只是到底怎麼樣才算是讓被害人心生畏懼 從過去的判決來觀察 不同的檢察官與法官看法也很不一樣 認為有罪的就算人不在場 要是認定之後看到還是會害怕就算恐嚇 但認為無罪的就會堅持 案發當下被害人不在現場 就怕扼殺有樣學樣律師指控 如果人不在場就不算恐嚇 財產安全慘遭威脅法律又能保護誰 而繼續我們帶觀眾朋友看到 您家中的小朋友最近在國小的校園 有這樣的玩具嗎 但它其實有危險性 從大陸流行過來的蘿蔔糕已經有校園 還有地方政府明令禁止可以帶到學校了 那麼即使沒有禁止也是不斷提醒家長小心 因為這種玩具看似殺傷性不強 還是會傷人的 蘿蔔刀從大陸紅到臺灣 因為短影片的流行也在小朋友間流傳開來 各校使長都密切注意 尤其需要給學生正確的觀念 課堂上宣導注意安全 這一問小朋友對蘿蔔刀都不陌生 學生知道安全問題 就連校長拿著蘿蔔刀跟媒體說明的時候 也被學生抓包 宣導有效果 學生知道外型鮮豔搶眼的新玩具 安全最重要 蘿蔔刀不是用來切蘿蔔 是外型像蘿蔔的暱稱 3D列印的玩具 由三個部分組成 因為有尖銳四刀刃的部分 可以刺破紙張也能傷人 五六公分長的小東西 就怕小朋友悉鬧出意外 看別人玩我也想玩 就感覺很好玩的樣子 他們抖音都看到 然後好像大陸也有講過 可是我覺得那個是危險性的 一時蜂蜜的新玩具 文具店就有販售 避免在校園發生意外 各縣市教育局有不同規定 明文禁止帶到學校的 包括基隆新竹 苗栗台中 雲林嘉義台東等縣市 其他縣市沒有明文禁止 也要求避免或加強注意 會請市長暫時保管 再跟家長約定時間 由家長到校親自領回 先期的玩具場引發流行 各縣市規定不同 也都注意到安全問題 市長認為與其防堵 更重要的是關聯正確 TBS新聞中部綜合報導 台中的文新路出現了 大撒幣的現場 白黃黃的鈔票滿天飛 讓路人都看傻眼了 原來這輛白色轎車經過的時候 它一撒落就撒落了 36萬元的現金 不過這其實不是髒款 這其實是貨款 很多民眾呢 都幫忙減食 並且十斤不昧交給了警方 而最後呢 只找回了29萬多塊 而市主呢 是28歲的賴姓駕駛 他說當時是幫老闆 收一些水電的工程款 結果買完東西 把包包放在後車廂 結果就忘了 沿途駕駛前也跟著飛了 台中文新路上一輛白色轎車 經過了瞬間突然天女散花 白花花千元鈔散落在大馬路中 成了名副其實的噴錢 一噴就是36萬 直擊大撒幣現場 圓景坐在人行道 一張一張清點到底有多少錢 我們也剪到兩張了 好 謝謝 東撿西撿大家合力幫忙 總共在現場 撿回了292張的千元鈔 所以大家剛剛都在撿錢就對了 那是從那邊叫 然後這一片都是 假鈔怎麼可能那麼多 所以我們再回頭過來看 現場還撿到一個包包 和一支摔壞的手機打不開 無法聯繫上市主 只好回去調監視器 最後終於找到人了 幾十萬掉了 他竟然還不曉得 而且錢還有少 穿短褲黑上衣的男子到派出所領錢 他就是施主 28歲的賴姓男子 是少年當耶 那筆錢是水電工程款 撿回來的實際金額 是292,4700元 但是賴姓男子說 應該要有36萬 所以早在警方到場前 就有不少路過民眾 把錢撿走了 賴姓男子向警方公稱 他月初收工程款40萬 11月1號他先到南屯 好事多花了3萬多 勾完準備回家 他把手提包放在車子的後車上 就忘了 直到開到文心向上路口 被發現報警 他沿路撒錢了1.8公里 檢食他人遺失的財物 並佔回己有 可能觸犯刑法 欣賺遺失誤罪 最終可處1萬5千元罰金 水電二代粗心大意 掉了幾十萬的工程款 還差7萬塊 希望撿到錢的人 趕快歸還 不要因為貪小便宜而犯法 TV夜線蘇探營 來重新許有翔 羅一星台中報導 好這個少年蕩 現在變成過路財神 6萬塊錢的損失 如果您有撿到錢的話 也希望您能夠實驚不昧啦 而再來我們帶您關注到的是 其實您知道嗎 大天小巷或者是在靠性市場 婆婆媽媽多的地方 都會有金氏店 但是有網友呢 就提出了質疑了 為什麼這些金氏店 看起來門口羅雀 或者是人流量也不多 但是呢 都可以一離數十年不搖呢 我們今天就帶您來拆解 金氏店的商業密碼了 其實呢 黃金的價格我們可以看到 從數十年到現在呢 其實都有所支撐 雖然有所波動 但是現在國際局勢 有的時候發生地緣政治的衝突 像是前幾年有烏二戰爭 現在呢又有尾巴衝突 所以黃金的價格 都是呈現上漲的趨勢 而算算過去五十年黃金的價格 就算沒有飆漲 沒有顧客光臨 但是啊 同一批金子喔 這樣囤貨下來呢 隨著金價的升值 其實啊 都可以漲差不多百分之二十 就算沒賣出去 囤貨的價值也是很高的 跟一些流動性商品呢 或者是季節性商品 或是容易腐敗的食品 是非常不同的 所以金子蠻保值的 而另外一方面呢 店家呢 也會跟很多人來高價收購金飾 主要原因是因為喔 台灣人嫁娶很多時候呢 都會用到一些金飾 但是有的時候呢 金飾放在家裡不會變現金 很多新人呢 就會把他拿到店家來出售 轉而投資一些基金股票 或者是放入定存 所以結婚的時候收的金子 賣給營樓 其實老闆最後還是賺到了中間的差價 或者是金價波動的利差了 而另外一方面呢 台灣大部分啊 都是百分之九十九 減九九的純金 一公呢 非常喜歡 把他們的工作所得 然後換成金子 寄回國 或者說直接攜帶回他們的母國 也相對這個現金來說是比較方便的 所以便於攜帶 然後又保值 這也是讓這些金飾店屹立不搖的原因了 不過近期大家可能有發現呢 在國際貨幣市場上 屹立不搖的就是美金了 今天聯準會也表示他們會維持他們的利率不變 這已經是兩度在他們的例會當中確定了 現在利率不會調升也不會調降 按兵不動 但是呢聯準會主席鮑爾也說 這不意味著升息已經結束了 他們會嚴控他們的通膨 要壓在2%的比率 可是現在對於日本人來說可就傷腦筋了 因為歐美的貨幣如此之強勢 讓落勢的日幣可以說是大失血 幣值一路溜滑梯了 我們帶你看到呢 日幣對美元的匯價近半年的走勢 就是呈現一個溜滑梯下波的走勢 而在11月1號的時候觸及到了151.7日幣對應美元 真的是低到不能再低了 而日本央行向的態度又是什麼呢 其實他們還是維持鴿派的態度 他們呢公布的利率決策呢 是沒有所謂升息的打算 那麼他們的說貨幣緊縮的明確信號也沒有出現 而同時呢日幣對美元呢 剛剛看到的是151.7的水位 這可是跌到33年的新低了 而官員目前也喊話 真的不可以讓日幣再這樣低下去 他們也會做好干預的心理準備了 不過日幣現在很便宜 對於很多觀眾朋友來說 喜歡去日本的話 要趁機趕快多兌換一些日幣 而跟日本有經貿往來的一些產業 也迎來利多了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旅行社 以及航空業 還有IC通路商以及汽車產業 再來自行車以及載版 電路版的材料這些廠商觸碰的面板呢 其實都是有機會參與這樣的利差跟利多 能夠注意他們的獲利 而法人表示呢 因為現在呢我們剛剛提到聯準會升息的態勢呢 目前是按兵不動 但是也沒有降息的趨勢 所以接下來呢 美元強勢之下 日幣短期要再回神上升 恐怕很困難會繼續承受這樣的壓力了 而除了我們的生活財經訊息之外 我們接下來要帶您看到的是 近期呢有消費者到海景餐廳五星級飯店來用餐 結果後來發現自己喔 這個食道灼傷很不舒服又上吐下瀉 原來喔飯店呢他們使用來裝點炒飯下面的綠葉 居然用到了含有毒性的姑婆玉了 但是很多人想說這個日常啊 還有在台灣鄉野間常見的姑婆玉到底要怎麼辨別呢 我們讓你看到姑婆玉呢 它葉片非常的碩大 而且是蠟質有光澤感的 是安心形狀 而且燕麥很明顯 那你可以看到下面呢 這個碩果是呈現紅色的小薑果 而且它的地下筋是比較細長 而且是偏向黃色的部分 所以最明顯的就是雨後 如果你看到姑婆玉 水珠在葉面上呢 是沒有辦法凝結的喔 而另外一方面 國人很多人喜歡吃的芋頭 其實跟姑婆玉也非常的相似 但是呢 其實芋頭的表面是有細毛的 而且葉賣比較不明顯 而且水珠會在葉面上 形成一顆又一顆的水珠凝結 而且呢 其實芋頭是不會結果實 那麼挖掘它的根部會發現 它的地下筋會有紫色的斑點 所以說了這麼多呢 其實芋頭跟姑婆玉 有一些簡單可以辨別的方式 可是他們真的是太像了 食藥署呢 舉辦記者會 就希望可以交代大家 到底要如何辨別姑婆玉 結果他們自己找的圖也搞錯了 居然誤用了可以使用的千年玉 食藥署開記者會提醒大家 別務實姑婆玉 原因是十月份 有兩位民眾到北部某度假飯店 在大廳酒吧用餐吃炒飯 但約十分鐘後 嘴唇喉嚨刺痛 衛生單位一查才發現 是炒飯底部墊了姑婆玉葉子 害兩人中毒 食藥署兒庭面命 當地衛生局也依實案法 命業者限期改善 但沒想到開完記者會卻被打臉 食藥署根本搞錯 拿來示範的植物 並非姑婆玉 比一比姑婆玉不能吃 而千年玉可食用 再看三個葉角 姑婆玉叫圓 千年玉叫尖 至於葉面輪廓 一個圓潤有弧度 另一個窄而硬直 千年玉與姑婆玉外觀極為相似 採集展示葉片時 確實因不是千年玉導致於物採 日後對於記者會所準備的教材 會更求慎重謹慎 食藥署人說道歉 提醒民眾姑婆玉全株的汁液 和快晶都有毒 但搞錯誤時或接觸到汁液 不只是像食藥署一樣很糗而已 而是會中毒 務必小心 TVB的新聞 主管黃鵬 好 確實姑婆玉會一時聲名大噪 大家就想到的是內政部長徐國勇 曾經務實姑婆玉中毒 所以剛剛線上很多朋友 都在說CT數說 這個消費者吃的是阿勇炒飯嗎 還是這飯店叫阿勇飯店呢 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宣導 就是告訴大家姑婆玉不能吃 那麼他的特徵剛剛也提點大家了 如果野外要採集一些野菜的時候 如果真的不確定的話 還是不要吃比較妙喔 好 再來帶觀眾朋友來關注到的是 也是很多人喜歡的點心飯手裡 就是鳳梨酥了 但是您知道嗎 過去這幾個颱風喔 可以說是把南部重要的鳳梨酥的原料 給吹壞了就是東瓜 所以現在呢 在台北知名的佳德鳳梨酥說 他們現在暫時不接受網路上的訂單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東瓜的量不足 先以門市的供應為主 工廠原物料供應暫時問題 以及門市需求量增高 鳳梨酥系列訂購才會暫時關閉網路服務 其餘商品不受影響 而所謂原物料暫時短缺 就是指鳳梨酥內的內餡東瓜 東瓜之所以產量減少 業者也說是因為先前颱風帶來雨勢風勢 導致南部東瓜受損 進而短缺 才會難以銜接大量訂購單 訂單比較有業 現場也買的很多 導致說我們的原物料銜接不上 預計的話12月初就會正常供應 另一間老字號餅鋪三桶 業者說雖然東瓜供貨不受影響 不過鳳梨酥成本確實有增加 東瓜目前都沒有調漲 對 也沒有漲價 但是麵粉還有蛋還有鳳梨餡 這些都有漲大概漲一兩趴 統整來看 加德受到原物料影響 鳳梨酥一顆從34元變成35元 三桶目前售價不變 離計鳳梨酥內餡有長期配合廠商 供貨沒問題 但11月1號開始 原物料漲傳統鳳梨酥一顆從25 變成30元 小潘也感受到冬瓜片和鳳梨片原料漲 1-2% 至於售價要觀察兩個月 再決定是否漲價 冬瓜產量對高炳業來說 目前看來影響不大 但成本狂飆還是業者最大難題 底別新聞網站 張慧仙台報道 好確實喔 鳳梨酥裡頭沒有鳳梨裡頭 其實是冬瓜加蜜熬製的內餡 不過現在台灣也很流行土鳳梨酥喔 線上很多網友也說 還是最喜歡這種傳統的味道 要這個冬瓜餡加蛋黃最對味了 而再來我們帶觀眾朋友看到 高雄這一處生活大賣場 卻讓人覺得好像有些怪怪的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有佛具業者說 能不能藉一個空間 也來展現我們的商品 結果畫面當中 大家就看到好多神像出現了 好像小型佛具店 除了神像之外還有神廚 讓大家覺得說 這也是斜槓經營的一種嗎 長一樓生活用品區賣衣服的隔壁櫃 奇怪是誰把自家公媽聽搬來這裡放 方言望去這一櫃特別顯眼 你沒看錯 真的是許多人家裡會擺放的神明桌 還有祖先排位 插香的香爐 紅燭燈 以及神像的頭飾 衣裝一應俱全 就連假人身上展示的服裝 都很有宗教味 他覺得很新奇嗎 對啊 我都怪貴的 我想來看看 經過的人忍不住放慢腳步 看看這究竟在賣什麼 第一反應都覺得有點怪怪的 佛具店怎麼開在賣場裡 這驚奇的螢幕就發生在高雄市三明區 賣場一樓生活雜物區 其中一位零食櫃很突兀 專賣祭拜系列的商品 賣場業者透露 貴為短期出租給外面廠商辦活動 對方表示要展示的是佛教文物 原本還以為是賣周邊產品 沒想到把好幾套佛廚 直接搬進賣場 大型賣場應有盡有 十一住行 統統包辦 商品琳瑯滿目 但這麼齊全的幾百用品 穿插在生活用品歸位間 這還是第一次見 也難怪消費者好奇 TVBS新聞徐敬鴻高速報導 而超市賣場呢 是不是年底也要來拼拼雙十一的商機呢 現在就有業者喊出300項商品呢 訂購就買一送一 同時另外一方面還有家電業者的 滿額送幾點送公仔 而百貨超市呢也主打相購的優惠 如果呢熱門的社香葡萄 還有漲價的橄欖油相購的話 多多少少發揮團購的力量 能夠壓低單價 另一頭家家戶戶必備的 就要屬於像這樣子的感染油了 那雖然呢他們的定價有些比去年還要上漲 不過呢中年慶優惠下來反而還更便宜 每次百貨超市中年慶最多婆婆媽媽搶的橄欖油 也不敵物價上漲 像是1L的橄欖油2022年才439元一瓶 2023年就飆到480元一瓶 不過中年慶祭出相購優惠 六瓶一箱2000多元等於一瓶385元 另外特級橄欖油到2023年定價也漲了50元 不過如果用箱購六瓶一箱2750元等於一瓶458元 比2022年時原價買還划算 在今年的這個中年慶期間呢 在超市的部分呢 在我們所有的這個優惠之下呢 我們期待會有兩位數的成長 而另一家連鎖超市也不遑多讓 歡慶25週年300項商品買一送一 還推出電子禮卡樂透卡 消費最高可零百分之八回饋金 單筆消費買千元 還能抽百萬現金獎 全聯出奇招要來PK收購百貨超市的 消費滿額送保冷袋 還有家樂福買家店滿額 集點送大同寶寶公仔 希望挑戰年度的這個2000億的業績目標達成 那也希望這個收年慶期間 我們業績能夠有一個雙位數的一個成長 超市賣場來到年底 優惠來勢洶洶 瞄準消費者荷包 買多送多 也期盼能 炒熱一波買氣 T略的新聞 新聞下的劉宇申 台北上網到 再來看到新北市 這名修車師傅一時不察久 害著兩名騎士摔車 原來他幫客戶收好的貨車 開上山來試車一下 卻沒有發現他的機油油箱已經破裂 所以沿路這個機油就卸了一地 導致路面非常的滑 路過的兩名騎士摔車送鷹 而這名修車場的員工 除了被開罰 也被以公共危險罪 還有過失致死罪限送辦 痕跡就有騎士騎上山的時候 因此碾到油漬摔車受傷 事發在一號深夜十一點多 新北市樹林 漏油的路段兩邊都是住宅區 有民眾晚上回家天色昏暗 沒發現漏油因此摔車 原來漏油的車輛車主日前送去維修 當天是修車廠的私信人員 把修好的車開上路測試 但沒有察覺到機油殼破裂 才會沿路漏油 造成至少兩名機車騎士摔車受傷 警方獲報後封閉車道疏導交通 請環保局協助清理 以為客人的車修好了 沒想到開上路漏油釀貨 這下不只要罰錢 還得面對行責 實行駕駛 被盜交條例開罰最高三千六百元 還被一過失傷害和公共危險罪送辦 修好車沒仔細檢查 又多了兩輛機車要負責修理賠償 TVBS新聞李惟華歡迎CBS報導